如果妳 如果我 如果能重來 會不會開眼 想當初勇敢 轉回的情況 又無意未來 一直到昨天為止 其實我們一邊在準備這個 高雄的演唱會 一邊也在準備線上的 面對全世界的演唱會 所以感覺這個一條那個老命 可以說是去掉了一又二分之一條 然後真的非常辛苦 然後我本來想說昨天跨完年了 然後今天這一場可以 就稍微放鬆一點好好面對 然後今天唱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好好地休息很長一陣子 然後我今天在後台才被提醒說 台中就是兩個禮拜以後 我嚇了一大跳 我想說那是明年的事 對 那是明年的事啊 看那個行事曆的時候嚇一跳 對啊 明年還久嘛 兩個禮拜以後 看完行事曆就變行師走漏 哈哈哈哈 昨天啊 就是我沒有請到一位特別嘉賓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是誰 今天呢 沒有讓大家看到是可以的嗎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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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月一號的特別嘉賓 請劉冠佑 掌聲鼓勵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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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來 怪獸 那我們今天呢 歡迎這個冠佑帶來這首 無印良品的掌心 大家好 我們是高仁 今天很開心來到高雄 高雄的大家你們好嗎 非常榮幸 也非常開心 可以擔任五月天 好好好想見到你的開場嘉賓 讓我們歡迎小魏 魏佳穎 今天呢 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們 我和高雄人在五點的時候 我們有發了一個 發了一首歌 然後如果你待會有空的話 你跨手機可能會看到這首歌 那今天也很開心 就是可以直接呢 我們在發這首歌的當天 就直接現場演唱給大家聽 帶來這首 天黑請閉眼 天黑請閉眼 我在你身邊 我在你身邊 卻責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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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麼進退 你狼狽發言 那些語言 那些語言 都成了虧欠 天黑請閉眼 愛在你身邊 愛在你身邊 我也是誰給 禮物的成竭 我怎麼進退 故事的結尾 你一生 抱怨 埋藏 我的愛戀 喔 不斷輪迴 愛